而国民党内部现在问题似乎真的是相当多 未爆弹恐怕也还没有完全的浮现 除了必须要担心临时相关案情之外 重点还有中纲董作邹若琪之前呢 他说他曾经见过陈启祥这位关键人物两次 但是当时好像话说太快 而且说太多导致有点露线了 因为他说他跟陈启祥见面这两个地方 最后跟陈启祥所说的说法竟然是都不在一块 我见过陈启祥本人 在我才回中纲董事工作的时候 终于论见过陈启祥中纲董作邹若琪 在13号的记者会上有问必答 可是见过陈启祥在哪里 邹若琪一一说清楚 还说第一次是老部署雷明炉签的线 我们一个技术员说要介绍一个好朋友 所以我们就见过一次面 第二次就是民权立法委员 他为他选民服务做立友的推荐 再就这两次 周洛琪说的斩钉截铁 百分百肯定就这两次 不过周洛琪的记忆偏图 缺憾陈启祥以及陈采梅都不拢 比对两个人的说法 周洛琪和陈启祥两人第一次见面 都在餐序场合说法吻合 不过第二次周洛琪说在 林毅市凤山的服务处见陈启祥 不过陈启祥却一口咬定 两个人是在中刚见面 双方说法显然有出路 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左右而已 在外面还是在办公室 在他的凤山服务处 所以他找你过去是不是 对对对 我懂经理嘛 他没有在中刚碰过面 中刚动作透过发言人表示 坚持是陈启祥记错了 周洛琪绝对没有在中刚内见过陈启祥 不过陈启祥却向周刊透露 陈汉周洛琪单独在中刚的办公室里 谈脱流渣运送的事情 由于事隔两年 两兆记忆明显有落差 到底谁在输谎 特征组将哲琪在约谈周洛琪 理清案情 年代新闻高雄综合报导 就目前的现况来看 特征组到底有没有决心 来除恶物禁查办 到底呢 很多民众心中 都已经打起了一个大问号 因为截至目前为止呢 今天的最新发展 就是另外一位关键证人 王健华 当时他是在林义士家中 在这个收惠乔事情的现场 有录到他的声音 但是呢 他今天来到特征组 来接受询问 他表示 很感谢检方给他一个澄清的机会 他虽然在现场 不过绝对没有摄入 任何的收惠案情细节当中 但是另外这位关键人物 也就是林义士的父亲 林坚宝 到底什么时候 才要接受特征组的约谈呢 依然是个未知数 戴着鸭舌帽 红色外套 他就是录音党中 CNET 林坚宝的友人 王健华 被问了三个小时 走出特征组 王健华还不忘 损了一下办案的检察官 在此呼吁特征组脚步加快 把他办法厘清水后输出 然后不要再浪费国家社会的资源 连这人都抱怨 更何况外界会有这样的质疑 因为从事件爆发 扯上林医师的父亲林先保后 这些22天才约谈了 录音党内现身的关键人 那林先保什么时候要传 录音带里面证明明在场 那时候有听到哪些内容 是不是为了约谈林先保 运作准备 但是从时间点上来说 特征组的动作会不会太慢了些 因为2月25号的录音岛曝光之后 除了陈启祥 林医师之外 大家早就认出里面 还有王健华 林先保等人 林先保还是林医师的父亲 大家都遭到约谈 林先保就是没有 他自己也老神赛在 特征组难道不怕错失 侦办先机吗 尤其检方早就不止一次 透露出案件 可能还有其他的控犯 按照常理推断 如果证人想要串阵 恐怕早就已经敲好了 不只是林先保没传 关键证人传唤也是慢慢拍 最重要的搭起 陈启祥和林医师的证人 郭仁才 也是直到案件爆发的 第21天才被约谈 只在检察官的面前说 没拿中介费 也不知道林医师有收钱 这样的说法跟陈启祥 提供很证词大不相同 是没有说实话 还是有所隐瞒 外界也担心 侦办动作一慢 恐怕原本贪污罪 搞不好最后 真的变成了诈欺罪 如果特征组无法 找到更多的证人 来证明的话 他也逃不了 这个届师届端 这个所谓广义的贪污罪 在证人证词 几乎都不拢了情况下 什么时候要约谈林先保 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但是措施主动的特征组 想要揪出 整个收费案的共犯结构 恐怕得多加把劲了 宁爱新闻综合报导